- 他們這邊的壽喜燒跟關係不一樣 - 你叫他從台灣來嗎? - 你叫他從台灣來嗎? - 妳叫他來汽車 - 加油 - 大家好,我是SENK - 我現在其實來到了富山縣的昭日丁 - 今天就是要來看這個春之四重奏 雖然說那邊的櫻花已經卸了 - 因為今年的櫻花開太早 - 但是還是很美,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 入口車馬上就有一個這個information - 里頭應該有很多資料 - 它也可以放行李在這邊,挺好的 - 看一下里頭的資料 - 又有各國語言的panslet 順便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怎麼來這邊 - 因為我是從大阪出發 - 首先就從大阪做桑達坡 - 坐到金澤 - 然後再從金澤轉新幹線 - 坐到黑布雨奈月溫泉站之後 - 他們有一個接駁車 - 可以打這樣子 - 春日四重奏是此生必看絕景 - 由北阿爾卑斯山的融雪 - 櫻花、油菜花、玉京香 - 交織成白、粉、黃、紅等色彩繽紛的景象 - 宛如悠陽的四重奏 - 所有的花卉都是當地居民親手栽種的唷 - 是富山縣紮月丁引以為豪的景點 - 每年四月日本全國只有這裡才能欣賞 - 不管是從哪個角度看都令人驚艷無比 - 雖然這次的櫻花太早開花沒趕上最佳的時期 - 但以往年來說 - 四月上旬到二十號前後都能看到 - 尤其最推薦被稱為奇蹟之七天的四月十號前後 - 今年不僅日本國內 - 更是吸引了海外的旅客前來遊玩 - 大家有空也一定要來這裡走走唷 - 現在來吃午餐 - 現在來吃午餐 - 這家叫Hasataku - 河醉暖 - 它晚上是居酒屋 - 但是中午也有lunch menu - 所以就來吃吧 - 好日式風情喔 - 請問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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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他們平常的菜單 - 它晚上的話是許多的居酒屋料理 - 只是很可惜它只有日文啦 - 大家可以稍微查一下之後再來 - 還有各種的啤酒 - 這些海鮮全部都是在富山縣補到的 - 這個他們說是叫Vaikai - 富山縣的名產 - 很脆耶 - 跟我想像中的貝類的感覺不太一樣 - 而且它完全沒有腥臭味 - 飯後甜點 - 香草冰淇淋配上黃豆粉跟黑糖 - 咖啡 - 因為這邊的水很好 - 所以咖啡一定很好喝 - 咖啡帶有一點點焦糖的味道 - 超酷的很好喝 - 超酷的很好喝 - 我現在來到這邊呢 - 這個叫做 - 舊川上家 - 然後這邊可以體驗 - 焦日丁他們這邊特有的茶 - 叫做BataBata茶 - 期待捏 - 古民家捏 - 拍照 - 黑的茶碗 - 茶碗的炒 - 沒開動 我打超級泡泡的 它這個它雖然說是很像發酵的茶 或者很像普爾茶 但它完全沒有那種怪怪的發酵味道 很妙耶!我第一次喝到這種口味的茶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它把它關掉了 這邊真的就是大家喝茶聊天的地方 很有趣!超好玩的 當地人或是觀光客他們就來這邊 然後體驗叭叭叭叭叭 然後大家一直在那邊玩樂 很有趣耶! 謝謝! 前往下一個景點 要去翡翠海岸 找翡翠啦! 剛剛她說 平常呢 如果你是個好人 就可以馬上找到 糟糕! 我可能找不到 這是翡翠名人的爺爺 他會教我們怎麼樣去看翡翠 怎麼才是真的翡翠 因為他是這裡最厲害的名人 這是海岸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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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樣的旗子 所以必須有這種角度 特別的是啊 你在這邊找到的翡翠 是可以帶回家的 因為台灣有些地方 屬於國家保護區 石頭都不能帶回家 但這邊是可以帶回家的 在這些石頭裡頭 就會有高級的翡翠 剛剛翡翠達人 名人的爺爺 走一走就拿了一顆翡翠給我了 超厲害的 帥耶! 快看爺爺的背影 他就這樣走一走 然後他就拿過來了 就算找不到翡翠啊 這邊還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石頭 我覺得找起來還蠻有趣的 現在呢 可以把撿到的石頭 拿去給他們建定 到底是不是翡翠 但我的全部都是翡翠達人 撿給我的 應該全部都是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來 我們來入口這邊 給他看看 到底是不是翡翠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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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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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an 蜆翠 蜆翠 愕 我拍 página 謝謝 現在來到這間超市啊 是當地他們居民會來的超市 就當地人才會來的 現在就真的賣很多富山縣焦日丁的特產品 這個就是我剛剛體驗的巴大巴大甲 寶特瓶版 我們剛剛不是在翡翠海岸採翡翡 這邊有賣翡翠麵包 買一個回去吃 那還有一個造型很可愛的麵包耶 竹筍麵包 你買一個回去吃 這間沉山莊是我今天要住的旅館 它其實也不是像溫泉旅館一樣 它其實是像是民宿的感覺 看這個招牌 不覺得就很有氛圍嗎 是很像溫泉旅館 但又不是溫泉旅館 很妙耶 這個是我今天要住的房間 和室 住進別人家的感覺 可是它又是旅館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超奇妙的 也有讓你洗臉的地方 跟後面還有洗衣機跟烘乾機 然後這邊就是如果你要洗澡的話 你要預約 第一次遇到這種的還蠻有趣的 浴室真的就是別人住家的浴室耶 哈哈哈哈 你吃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我剛剛不是在市場賣的 麵包 想說先來吃吃看好了 忍不住了啦 吃吃看 翡翠麵包 它上面綠色的是羊羹 就甜甜的 然後是紅豆麵包 可以吃看是什麼味道 就甜甜的 嗯 到底是什麼 很會做生意 竹筍麵包 它長得就是一個竹筍的樣子 然後有很多的砂糖 嗯 它是法國麵包 然後裡面這個啊 真的是糖 奶油跟糖混在一起 肥胖的惡魔麵包 嗯 還蠻好吃的 太脆餓了啦這個 來去吃飯 而且還有一些家人在那邊住 聽到小朋友的笑聲 太可愛了 啊我迷路了 那邊 這邊這邊 來吃飯 今天聽說吃很好吃的 他們這邊的壽喜燒跟關係不一樣 關係會先把肉煎完 然後吃一次之後再放湯 這邊全部扔進去 像台灣的壽喜燒吃法 很像日本人他們在家裡自己吃早餐的時候的菜色 很像媽媽自己做的 今天一大早 就是富山縣他們有一個腳踏車大賽 聽說他們要從富山縣騎到石川縣有180公里的距離 超瞎的 有1600人來耶 你看全都是腳踏車 而且都是競賽用那種 不是我們買菜那種腳踏車喔 這邊全部人呢是在排吃的 他們在排這個吃的 他們在排這是什麼的 他在做 這是富山縣他們的名產 他們要做1600人份 然後這邊是做好的 這個每年都要做嗎? 每年都要做 每年都要做 這個時間 這個很美味 很多人都要買 超棒的 你們是特別從台灣來嗎? 還是說你們住這邊 坐這邊也有 然後特別從台灣來有 誰是特別從台灣來? 我 我 我很想來騎車 那這個湯好喝嗎? 好喝 好喝 加油 謝謝你們 剛剛就很想喝 然後就從工作人員那邊拿到一碗了 而且我沒騎車耶 千萬不能曝光 我拿到一碗了 我沒有姿勢拿到了 我沒有姿勢拿到了 改和 美姿就拿到一碗了 拜拜 加油加油 趕快吃 好好吃喔 難怪他們說 一定要叫我吃一碗 因為真的太暖和了 美姿又有什麼 巧克力 謝謝 謝謝 我根本來這邊吃吃喝喝 謝謝 謝謝 美姿拜拜 拜拜 太有趣了 大家人都好紅 富山泉民 大家都好熱情 平常的話會在這邊做soba 好妙的感覺喔 我剛以為它很像蒟蒻 就它不是 它有點像芋泥的硬板 它這下海超大一隻的 哈哈 這下海超大一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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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它下海超大一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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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今天我起了一个蜡蜡 又来看这个春之四重奏 因为昨天就下雨 我想说今天可以堵一把 看看能不能拍到晴天的感觉 我不知道 另外一边已经是蓝天了 但是那边还是有一点点乌云灾 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拍到 这边的郁金香都是当地的农民种的 所以不可以进去有郁金香花田 超美 黄色这边全部都是油菜花田 现在正好满开 好漂亮喔 金黄色的一片 就当我想到风之谷结局的时候 那欧鹿走在那黄色的绒毯上面的景象 不觉得吗 你看不觉得就很像那欧鹿走在黄色绒毯上面那个 这一条其实是櫻花大道 但今年真的櫻花开太早 已经全部都长绿芽了 往年的时期的话 现在刚好是櫻吹雪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有稍微问那个工作人呐 因为不是说这个富山的春之四重奏 是奇迹的七天吗 今年只有奇迹的三天 所以大家都根本没有看到 不过往年真的这个时期 我今天来这个日子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时候 就是阴吹雪很漂亮的时期 没办法 山终于出来了 他们所说的春之四重奏 就是山的白雪 配上樱花、油菜花 然后加上玉京香 好美 突然超多人 大家都在拍 好多人好热闹哦 大家都来看 就算梅樱花 还是很受欢迎这个地方 应该再更晚一点的话 会更漂亮 然后呢 我发现 这边有在卖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卖水 卖的是小学生的学习帐 超漂亮的 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春之四重奏会出现的景色 其实这张照片啊 我在网络上推特上已经看过了 他是这个摄影师拍的 我在推特上面已经看过他的照片 所以他变成封面的时候 我吓得 不就是我看到的那一张吗 他要卖一些零食 就是富山的名产 这张照片 我买地瓜 大一张 大一张 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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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地瓜 太香了 忍不住了 好甜哦 它很热 好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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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哦